大家好 我是张鑫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快手家常菜 既下饭又好吃 还可以包便当 它的名字叫做葱烧肉丝 用的就是猪肉丝 为什么会想做这道菜呢 因为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想知道能不能做点简单的家常菜 不要准备这么多材料 其实我们的菜都已经蛮简单 但今天这个更简单 它准备的原材料大概三个 第一个就是瘦的猪肉 里肌肉或什么都可以 再来就是几根青葱 然后准备一点甜面酱就好了 猪肉我们聊过很多次 青葱我们聊过很多次 今天聊食材的部分 我们就来聊聊甜面酱吧 然后甜面酱是哪个地方的特产 北京 完全正确 甜面酱基本上就是满汉融合制造的一个产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年不是满清 陆关然后陆煮中原之后就在北京定居了下来 然后他就住在那个故宫里面嘛 可是他们把满族祭祀的习惯也都带到了中原来 第一个他们用的是白肉 有没有 那个时候他们挑那个萨满族 他们叫祭祀的时候要用白肉 所以就带来了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蒜泥白肉这一道菜 然后他们祭祀的时候另外除了白肉之外 用的很多的就是用小麦 也就是面粉做成的甜点 做一大堆拿来祭祀 可是陆煮中原之后这些东西吃不完啊 可是祭祀又用了一大堆咋办呢 就分给太监跟宫女吃 太监跟宫女也吃不完啊 可是皇上啊或者祖子赏色 他也不敢把它丢掉咋办 就看到屋子旁边有那个大的瓦缸啊 就把这些甜的面点通通给他堆进去 结果有一天一个太监经过那个瓦缸的时候 闻到里面传出阵阵酱香味 他想这到底啥玩意 这些东西堆久他自个也 哇 大家看一看 哇颜色已经变成黑色了 原本那个漂漂亮亮的甜点已经不见了 继织而起的就是一阵一阵特别香浓的酱香味 他把它捞起来一看 真的跟那个黄豆酱或其他酱 颜色差不多味道也差不多 就把它拿来炒菜 嘿还真好吃 这个太监啊 久而久之就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包起来 送给朋友 其他的人也就跟着炒来炒去 所以北京就有很多名菜 有没有金酱肉丝 有没有酱烧粽子 都是从这里面来的 根据文献的记载 最早是在康熙十年 这个酱被叫做保定甜酱 保定甜酱后来才变成了所谓的甜面酱 所以很多食物啊 或食材都是历史上的必然 与历史上的偶然 突然间就发明了 但是发明的东西很多 这些都是幸存者 所有东西被发明出来 经过千百年来的淘汰 和人口味的筛选 留下来的就是这几个经典的风味了 好了 甜面酱的由来就是这个 其实甜面酱 真的刚开始吃的时候一点都不甜 话不多说 赶紧把时间交给老婆 分享这道眷村的家常快手菜 葱朝肉丝 老婆时间交给你 Stan 大家好 我是玉璐 这个甜面酱是我在南北杂货房买的 这样子150克 这样才20块 平常我们在沾那个烤鸭用的甜面酱 你如果像金兰的那种一小罐 差不多就要50块了 然后一下就吃完了 它那个瓶子就快20块了 多一瓶子 其实这个甜面酱 让你自己买回来自己卸 嗯 自己卸其实很方便 哇你一 这样子一打开 就会闻到一个很香的酱香味 对 那这个甜面酱你看啊 你可以先试一下它的 它原本的味道 老婆那我问你咯 嗯 豆瓣酱有什么做的 黄豆 那到大陆是产豆对不对 嗯 那黄豆酱呢 黄豆 黄豆 那甜面酱呢 面粉 哎厉害 我现在试吃啊 它其实蛮咸的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发酵的酸味 它是完全没有甜味的 你去外面买现成的甜面酱是很甜 对不对 调好了 这个我们可以一次多调一些 对 我先调一半就好了 不好意思太多了 好 我们先调一半 ok 先这样子 里面啊要加很多糖哦 这个你就是边调边试 然后用水把它化开 我用的是比较温的水 这样子比较好化 嘿 你就慢慢调 然后这样子边卸 对 然后自己边试味道 反正就是试到你喜欢的 那一个甜口的度就可以了 对 只要慢慢化哦 水不能一次下 一次下你就会很难化 也不能弄得太稀 对 我们就慢慢这样子 好的 你看这样已经调好了 我这边用到的甜面酱 大概就是100克 对 然后再加50克的糖 50克的水 然后你就这样试 就很好吃 这个你就可以把它 放在冰箱里头尽快吃完 对 这个我儿子啊 他们回来要沾烤鸭 超赞 这个先放旁边 因为烤鸭你要给他多要一包酱啊 要加20块 对啊 因为他有些烤鸭店调的太咸 不好吃 对 呵呵呵 再来我们来切材料呢 刚才讲呢 我们只要用到葱跟肉 对不对 对的 好了 然后这个葱啊 你看我切的这样 小寸段 小寸段 一公分左右 对 对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 你还可以夹得到 对 这个我们就先放旁边 我们家的猫咪在看 他叫人家去陪他玩 呵呵呵呵呵 好了这个这一块是那个小礼姬 很漂亮 嗯就是我们讲的腰内肉 嗯嗯 你看 他这一块没有什么在运动 所以他特别嫩 腰内肉的特色 嗯就是脂肪含量很低 但是口感很嫩 对 等一下我们切的时候啊 我们就这样切 我大概示范一下 不用切的太细 就像这样子的 好嘞 好OK 现在来腌肉 这边是一点点的盐 对 一点胡椒粉 去腥的 加黑胡椒也比有风味哦 都可以 一些酒 一样是去腥的 我们先把这边稍微装一下 加上酒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 蛋清 我只要蛋清就好了 这样子肉啊 就会比较嫩 对 现在台湾的蛋便宜了 超便宜的 可是也不能加多 不能便宜加两颗 就不行 还是一颗蛋清 或半颗就可以了 这个肉啊 把蛋清 你就要把它抓一下 把它的那个 蛋清把它抓到肉里面 这个肉才会很嫩 了解 你看那个刚才的蛋液 已经被吸进去了 这个时候才加太白粉 对 这样子肉也会吃起来 是比较嫩 对 好可以了 再来我们上面再淋一些油 水哦 对 这样等一下比较容易炒散 对的 好的 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刚才就是花比较多时间 调那个甜面酱 如果嫌麻烦呢 你就去买调好的 这样更快 呵呵呵 那我们现在要准备上锅 Go 起锅烧油 嗯 这个油可以多一点没有关系 嗯 好 我们先把这个肉 然后把它下 漂亮哦 下来之后就给它剥一剥 对 因为我们刚才也用油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样很容易就剥开了 这个要油多一点 对 炸起来漂亮 对 胡椒香味出来了 嗯 对 漂亮 哇 你看这样已经坏白了 这个肉已经熟了 嘿 好 我们就先把它盛出来 绿油备用 嗯 这一锅子里头 我们再留一些油 嘿 再来炒酱 给它两勺 好 给它炒一下 它更香 嗯 酱都要炒一下 我炒不香啊 嗯 漂亮 漂亮 我们这样 可以吃起来 嘿 哎 上色了 上色了 小感觉就出来了嘛 对 漂亮 漂亮 就盛一下 好嘞 好嘞 而且它在翻的同时呢 它旁边的这些锅器啊 它这些没辣反应的物质 都会黏在这个肉上面 所以你看餐店大厨 都一直不停的翻 差不多了 嘿 好 是不是 葱就下来 对 颜色还好看 对 我们再沾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我老婆的手臂 嗯 单手颠锅啊 有肌肉的哦 就是这样练出来 哈哈 游泳练出来的 好 熄火 出锅 葱烧肉丝 哎呀 上菜 油亮油亮 超漂亮 你看快手加长菜 就是稀里糊涂两三下 就准备上座了 这样一小盘 就是我们两个人吃一餐 有的时候多了 还可以吃一天呢 开心愉快 现在老了 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自己会做稀里糊涂两三下 就搞定了 嗯 赶紧来尝一下 很漂亮哦 对 每一根都是油亮 沾满这个甜面酱 我觉得这道菜就超简单 肉葱甜面酱 它就是配饭吃 嗯 没什么特别好家 嫌麻烦就买调好的就对了 然后买就沾这个热白饭 嗯 还没吃给我掉两块 哈哈哈哈 脱桃 嗯 对啊 它就是好吃 咸咸甜甜的 嗯 肉腌过又特别嫩 这个肉这样子啊 用那个蛋清这样打锅以后 真的超级嫩的 还有一个就是葱 我们只下去最后拌炒一下 葱的清脆的口感都还吃得到 嗯 其实它 虽然名字叫做葱烧 实际上葱只烧得那么下 对 对 这个好吃 嗯 北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6BG的甜面酱 所以它的甜面酱也是味道超香的 诶 就吃一口就回到我们二三十年前 在北京的那种感觉 好吃 所以我常常说啊 回忆是一种最好的调味料 如果每道料理都能够加上那么一点回忆 什么东西都会变得更好吃 招心办坛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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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